劉娃娃 劉娃娃 劉娃娃娃 五月亭演唱会 在高雄市运竹场馆内嗨翻天 另一头场外同样超级嗨 来住什么 火锅 带着野餐店火锅美食 舞迷来到场外打地铺 买不到演唱会入场券 没关系 在外头一样可以捅了 我们这蛮另类的体验 里面不能煮火锅 对 我们外面可以 我们可以咬还可以煮 虽然看不到五月天表演 但在外头听演唱会 还能吃火锅 不用人挤人 真的超享受 音乐 每年的音乐都抢 没有一年是抢得到 那不觉得很可惜啊 蛮可惜的 所以我们今天才会在这里 听演唱会 除了来野餐 买不到票的舞迷 有人带荧光棒 有人搬椅子坐在外头听整场 五月天一连四天在高雄开唱 市运竹场馆人潮满满 单日人次超过两万人 是平常的十三倍 高杰也在演唱会期间 进行交通规划 看到有人动我多开心啊 来 这边请 拿着绿色荧光棒 高杰员工站在高台上 引导民众进出排队 甚至还陪唱五月天嗨歌 亲切服务 让舞迷们赞不绝口 高杰 警方用心规划 让舞迷们开心出门 平安回家 也让这次五月天高雄演唱会 圆满落幕 记得杨家文高雄报道